另外玉璃正名代表罗士权 他很重视农民的权益 针对0918震灾不少农民反应 农田田梗龙起受损 水震因为地层滑动 水脉不见了 损失是难以估计 罗士权要求政公所要比照 农田水利会勘查后的提报经费 3.2亿元来支应这次的灾审 县政府核定的1.8亿元 根本就不够全面来整修 玉璃正名代表罗士权 相当重视农民的权益 针对0918震灾不少农民反应 农田田梗龙起受损 水赠因为地层滑动 水脉不见了 损失难以估算 罗士权要求 玉璃正公所应该要比照 农田水利会勘查后的提报经费 3.2亿元来支应这次的灾审 县府核定的1.8亿元 根本就不够全面整修 建议公所积极争取 据我所了解 我们农田水利工作站 我们也有去勘查过 是 勘查我们整个玉璃地区的损坏情形 其实他们每一个的那个管区 都很认真禁止的去勘查 哪边需要重做 哪边需要整修 全部都有规划好了 是 应该有向水利署报了 3亿2千万 是 结果 只有 好像只有核准 1.8亿而已 1.8亿根本不足以 修我们全证损坏的勾取 怎么讲 是不是可以反映上去 水利署 水利署 让他们知道我们 这个重要灾期 所受到这么严重的影响 是不是能够 照我们所勘查的面积 来予以补助 玉璃镇公所农业科长 则是回应 目前新政府是有追加1.5亿元 是针对南区农田振灾的部分来指引 不过目前都还在等候下一步当中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已经请我们的那个 设计规划的那个开口厂商 已经开始在着手去画我们的那个施工图 那在依照他们的公文的指示 依采购法第105条 这个案件原本是应该是抢灾后复建的 转抢修 因为县长觉得说 如果要依照以往的一个核定的一个 期程的话 他从申报到核定下来大概要半年 那半年我们没有办法等 所以说县长才会在我们的现预算里面 匡列一个1.5亿的一个紧急预算 来支应这个200万以下的 然后以抢修的方式来去执行这个部分 罗世权说 由于部分农田土地道路隆起无法同行 造成农民收割困难 田梗也破裂 要求公所后续尽快跟中央争取专案实施救助 来协助农民的稻田农田区尽管恢复 记者高雄上亦正在本报道 好 好 谢谢大家